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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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学,大家早 今天是第五个 第五个Lecture 所以我們之前的四次上課呢 基本上把量子力學裡面一些基本的東西 請記住我們從第一堂課開始 我們問說為什麼我們要學量子力學 然後我們說 好吧 實驗上證明說 電子是一個有wave的性質 它可以看到電子跟電子 電子跟自己都可以 有interference 然後呢 甚至於像碳60這樣的particle 也有interference的現象 它都是波 那我們物質要當成波的話呢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就從那個地方開始出發 發現說你會有 要有uncertaining principle 你會有 需要用一個wave function來描述這個系統 那wave function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解釋是什麼 那wave function本身沒有物理意義 wave function的平方 可以解釋成這個particle的一個機率密度 這些東西 這是我們之前提到了 那我們又多跟大家提了一些數學 特別是關於 核面性 operator的一些性質 然後從那個地方導出 這我們上次上課提到的 這個關於majure們的假設 也就是說一個量子力學的系統 它一開始呢 一處在某一個state 一個state就是一個wave function 所以一個state就用一個wave function去描述它 那它處在那個state的情況下 假如你去對它做測量 那這個測量的過程會讓這個wave function collapse 或跳到這個測量的對應到的 observable的這個operator 它的某一個 eigenstate上面去 那跳躍到那個 eigenstate 或collapse到那個特定 eigenstate上面的機率呢 就要看你的這個wave function 跟那一個 eigenstate 中間的overlap的平方的關係 OK 這是我們上次提到的 那基本上我們呢 到目前為止 到上一次上課為止 都在講基本的量子力學的基礎 或者說一些量子力學底下該遵守的rule 那特別是我們最近的兩次上課 我們特別把一些跟線性代數相關的東西講出來 那量子力學的數學基礎其實是線性代數 那我們現在終於差不多可以開始進入真正的物理系統 所以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來解particle in the box 1d 1d the box 這邊我們要focus在 它有怎麼樣的 eigen energies 跟 eigenfunctions eigen eigenvalues 然後我們會提到說 我們怎麼樣 有的這些 eigenvalues或 eigenfunctions 知道這些state eigenstate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去計算每個state的一些性質 所以是properties 這個當然是跟我們上次上課提到的 計算exploitation value 有很大的關係 那接下來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會來討論一下particle in a three-dimensional box 這邊其實主要跟大家介紹一個觀念就是 當你的系統呢 有越來越多degrace of freedom 而他們是互相獨立的 那這樣的系統呢 是一個所謂的separable 所以我們在數學上會用一個技巧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去解它 這個你在微積分 或者假如你有修畫素的話呢 應該有機會結束到這方面的東西了 OK 所以基礎的量子力學 我們前面提到了 那 在這個課堂裡面呢 我們會focus在 就集中在解 所謂的time-independent sharing equation 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們會focus在所謂的 沒有 十變性的量子力學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整個focus當然是 time-independent sharing equation 這個shedding equation 事實上是一個 eigenvalue problem 我要找這些 wave function 當它被我的 harmictonian operator上去之後 得到的是能量 還有這個 wave function本身 也就是說 我們要找 harmictonian這個 operator 它的 eigenfunction 還有它的 eigenvalue 好 harmictonian呢 當然是一個 absorber 它對應到的可觀測量 就是能量 energy energy 所以這邊它的 exploitation value 它的 eigenvalue 就對應到 你可以測量得到的能量 OK 所以我們希望來求這個 Harmictonian 它的 eigenstate 還有它的 eigenvalue 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又知道說 Harmictonian呢 這是我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提到 Harmictonian呢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 2N分之 P 請注意這個地方是 quantum mechanics 所以這個P momentum 它是個 operator 加上 potential operator OK potential operator當然 常常是一個位置的函數 這樣子 這是我們要求的 那為什麼這個問題是重要呢 事實上 Harmictonian的 eigenfunction 或我們說 Harmictonian的 eigenstate energy eigenstate 代表的是這個系統裡面 它是stationer 它不會隨著時間 有演化的一些state 你假如把你的系統 一開始prepare在 Harmictonian的 eigenstate 上面去之後 它就會待在那裡 它就不會動 它就不會跑到其他的state上面去 你要從一個Harmictonian的 eigenstate 跑到另外一個Harmictonian的 eigenstate 這中間要發生全積訊的話 一定要有外加的一些 pubation 這邊指的pubation是說 在原本Harmictonian之外 你要再外加其他的力 或其他的作用力進去 比如說 我假如有一個分子在這個地方 我把它prepare在它的groundstate 那是一個Harmictonian的 eigenstate 它會待在那個地方 它不會隨便跑到其他地方 但是假如你用一束光 這個時候這束光 不在本來的Harmictonian裡面 這束光進來以後呢 就有可能把它的光state 跟它的excited state couple在一起 產生一個要錢 讓它從光state 跑到excited state 那這…但是要有光存在 才會發生 假如沒有光存在的話 那它就會待在它的光state 甚至於假如你的分子 一開始prepare在 firstexcited state 像氫原子 你一開始把它prepare在 2p的這個state上面去的時候 它事實上會待在那個地方 它不會無緣無故的就跑到2s 無緣無故的跑回1s 它有光state 裡面來 那要跑回來 那必須要怎麼樣 然後放出一個光子 那就表示它跟外面的電磁場 電磁波有couple 被電磁波影響了 或者說它甚至於可以再吸收光子 然後跑到更高的excited state上面去 OK 重點是 這些Harmictonian跟state 很重要因為它是一個 stationary state 它是那些隨著時間不會改變的穩定態 穩定態 穩定態 所以我們解tine-indipensioning equation 事實上就在解 這個系統它的穩定態有哪些 這是重點 好 那我們回來看實際的例子 這個equation當然是包羅萬象 所有的很多很多的系統 問題都可以包含在這裡面 那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系統 開始考慮起來 那事實上你們在普化裡面 也解過了 particle-in-a-box 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考慮一個系統的話 我們要先把這個系統定義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系統是 要concele a particle over mass m 所以它的質量要指定出來 然後constrained 它被局限在 只能在一個一圍的 move in a 1-d-box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就是 把這重要的 a m 定義出來 那我們在描述一個物理系統的時候呢 常常會喜歡把 這個物理系統它的potential 跟它的位置的關係畫出來 所以對particle-in-a-box而言 我們可以畫這樣的一個圖 這是v of x 因為現在是1d 所以只有一個x 一個坐標 那我們假如把box的一端 擺在x等於0的位置上 x等於0 所以我會說這邊 這上面所有的potential 在x等於0以外 負的這部分全部是無限大 然後呢 box的長度是a 所以在x等於0的位置 這邊 potential也全部是無窮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是potential的function 這個potential function呢 假如在數學上 我們要描述出來的話呢 那你要用這樣的一個數學 所以我現在的potential function是 無窮大 所以你給我一個位置 我給你這個potential 它是無窮大 假如它是 小於0的 我們可以說小於等於0 這個無所謂 0 假如 它是在 我把這等號拿掉好了 小於0 它是介於0跟a之間 這個box的大小 然後呢 假如更外面 它也是無窮大 這是我們的potential function 寫下來 會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這個地方 稍微提一下好了 particular bus這個問題 其實呢 你們應該不陌生 就算沒有在量子力學 你們在高中就學過了 particular bus 你們高中就學過 古典的particular bus 什麼是古典的particular bus 你們都學過氣體動力論 氣體動力論裡面 你們不是想像說一個粒子 在一個空間 一個 一個 也是一個box嘛 古典力學就是 在那裡跑來跑去 對不對 所以古典力學裡面呢 我們會說 你假如有一個box 三圍的 不容易畫 我還是畫二圍的好了 sorry 你假如有一個box 二圍的 一圍的不好玩 我們想畫二圍了 古典力學的particle是 這個有問題 但是沒關係 你知道我意思就好了 這個particle呢 就在這裡面呢 一直持續的 噴撞 持續的噴撞 然後遵循一定的軌跡 遵循一定的軌跡 在古典力學裡面呢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particle是一個鋼體 而且呢 這個b跟它是完全彈性的噴撞 所以 基本上它的速度 是 它的動能 一個particle放進去之後 它動能是不改變的 是不改變的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去算它的壓力啊 等等的 一些理想氣體的性質 就可以被決定出來 那事實上呢 量子力學的particle和buss 就是一個 描述理想氣體 但是是一個量子的 理想氣體的一個問題 OK 而且現在是考慮只有一個particle 的情況 是怎麼樣 古典力學裡面 我們用這個軌跡 去描述這個particle 在量子力學裡面 我們不再能夠用軌跡去描述這個particle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 假如這個buss是一個二維的 那我定義座標這個s座標 這個y座標 這個particle 在這個box裡面的任何一個state 它都會有一個weight function 而這個weight function 會是sy的函數 也就是說 你告訴我一個s座標 y座標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particle在那裡 amplitude是多少 而且這個可以是一個complex number 好 那我假如指定了一個 這樣的weight function 那它就是一個state 就是一個state 我們等一下再描述3D的box 的時候我們會回來講 這個時候其實groundstate 會是長什麼樣子 groundstate會是一個像 你把這邊是一個sine wave 這邊也是一個sine wave 所以是中間最深 最強 然後慢慢比較小 這樣一個state 我這邊沒辦法很清楚 要畫出來 但是兩邊sy 跟sy s跟y都是一個sine 這樣子 呃 呃 呈在一起而已 但是你要想像 這邊要強調的是說 事實上就是說 古典力學的系統 一個particle在這裡面 運行的trajectory 跟量子力學的系統 我們現在就用weight function 來描述它 你要把這兩個中間的圖像 反差 能夠 在腦子裡面去想一下 去想一下 好 所以我們要解一個1D的box 1D的particle box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一個 一個particle放在這box裡面 它只有translational motion 所以這個事實上 我們現在focus在translational translational motion 也就是它的動能 這方面 好 所以我把potential定義出來 就等於我把這個系統 這個問題定義清楚 我現在有問題定義清楚 那我們下一步呢 應該要把我們的hymetonian 我要解析一個equation嘛 解析一個equation嘛 解析一個equation嘛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hymetonian 寫下來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我們的hymetonian 就照著hymetonian的定義 分子p square 加上potential function OK 這還是translational operator 來處理 那回憶一下我們之前講過的 這個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我的momentum operator 應該要定義成-ih bar partial 現在只有一圍而已 所以我們就對x做為分就好了 對吧 對吧 然後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x是你的位置乘上去 所以這地方基本上就 你的potential function 就是了 OK 所以呢 它事實上要寫成 p的平方 所以是-h bar平方 -h bar平方 的partial partial s平方 OK 然後potential呢 是0 所以這個是只有 是只有 在0 跟a之間 有定義 我強調這一點 我把harmetotential寫下來 但這harmetotential只有在這裡 有定義 有定義 在外面 這bus外面 它馬上就會變成 這地方是無窮大 那這harmetotential就沒有定義了 就沒辦法定義它的 那為什麼這樣是可以的呢 因為 我們知道 在x 是負的 也就是在box的外面 我們不需要去考慮任何事情 因為呢 在那外面 particle不應該出現 它那個地方potential是無窮大 我的粒子 我的particle 在這裡面 那噴到這牆壁應該就彈回來了 它不應該跑到這外面去 那是無窮大的potential 無窮大的potential 那既然它無窮大的potential 不應該出現 那我們就馬上知道說 我的v function 我最後要求的是v function 最後要求的是v function v function if x 小於0 或者 x 大於 所以我馬上知道說v function 因為它不會在外面出現 它在那裡出現的機率是0 所以v function的平方就必須要是0 那v function一定得是0 才可以 所以在兩個外面v function是0 兩個外面v function是0 這是我們要 先確認 知道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 這個hametonia 寫下來的時候 包含了 這個部分 但是光這個部分是不夠的 還有它的boundary condition 還有它的這個條件 它在這個範圍裡面做定義的 這一種 在某個邊界 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叫boundary condition 我們等一下會再回來看boundary condition 在量子滴血上面的重要性 好 所以我現在有hametonia 那下一步 那下一步我就可以把 schöninger equation寫下來 那同樣 要記在腦子裡面 我現在寫下來這個 schöninger equation只有在 這個box的裡面 s等於0到s等於a中間 有定義 在外面是沒有的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schöninger equation 寫下來 我不用強調time-independent schöninger equation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都處理的 都是time-independent的問題 那 hsi等於1si 所以我把這個 剛剛的hametonia 負2m分之h bar平方 partial partial s 平方 作用到我的位方形 我特別弄清楚一下 位方形現在是一個位置的函數 等於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 這位方形 找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對s微分兩次之後 會回到他自己 然後插一個常數 我們要找這樣的函數 OK 這個呢 叫做一個微分方程 這個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它是 你有它的微分形式 你需要去找出它長什麼樣子 OK 那你們應該有機會會在 化學數學裡面 或者有些同學可能修工程數學 也會學到這微方程怎麼解 不過 重點是 重點是 對這個問題而言 對這個問題而言 我們知道它的解 會是長什麼樣子 OK 在這個地方我可能還要想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稍微定義一下 我稍微把它移向一下簡化一下 我希望把它寫成 partial平方 partial s平方 這裡的partial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現在就是只有x的一個座標 所以你線上是對x作為微分 dx就可以了 不過我還是放在那個地方 沒關係 我把它改寫成 我們-k平方 那你把這兩個比較一下 -k平方怎麼來呢 當然是你把這個 除過去 所以是h bar平方分之2m1 它是定義成 k平方 所以k是 根號的h bar平方分之2m1 好我做了這個定義 做了這個定義 這只是等一下我可以少寫一些字而已 好 那這個微微方程我們必須要去解它 不過呢我在這邊不會 特別去解它 這個微微方程應該是蠻容易 找出它的解的 或者你們想一下有什麼函數微分兩次會變成自己 蛤? sin cos 微分兩次變自己 而且要差一個符號了 忘了講 要差一個符號 its potential 是微分兩次變自己 然後沒有差符號 sin或cos 會差一個符號 對吧 所以這個是sin或cos 的函數 事實上呢 general的solution是 這一個 應該是 前面可以是有任意的係數 在那個地方 係數 cos kx 加 v sin kx 這是一個general的solution 不然我們可以 你對這個圍看看 圍一次 cos變 負sin k跑出來 對不對 再唯一次 再另外一個k跑出來 sin變成cos 所以是負k平方嘛 這個會跑出負k平方嘛 所以這個帶進去 符合這個式子 對吧 好 所以這個是它的general solution 那我們接下來要決定說 那這個a跟b 的係數 甚至於k 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條件 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條件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必須要考慮 這個 conditions v function 的condition 我們在第二堂 第二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講過了 v function 它既然要解釋成一個 幾率 它的平方要解釋成幾率密度 那它在空間上要有一些性值 比如說 它在空間上呢 就不能說 本來是這個值 然後突然變到另外一個值 不應該有 discontinue 的結果 不然不符合物理 物理不會有 突然 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要smooth 應該要smooth 甚至於說 應該要 一階為分 要 不是 不能是爆掉的情況 等等的 你從這邊過來 跟這邊過來 看到的物理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應該要smooth 應該要 然後可以被normalize 可以被normalize 可以被normalize 有這些條件 才可以 變成一個 物理上面合力的v function 所以我們要考慮這個東西 v function現在 我定義在這個點裡面 然後它必須要有 要符合我們上次提到的 它要smooth 要continuous 的這些條件 我們特別現在看這兩個點 我們來用個不同的顏色 我們現在要特別看這兩個點 特別看這兩個點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假如它在外面應該是0 也就是說我的v function 在外面這裡 一定是0 這我知道了 它不會跑到外面來 在外面的機率是0 所以它在這裡一定是0 所以它在這裡一定是0 我們現在要找出說 它在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呢它又不能有 不smooth 然後 discontinue 的情況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v function在這裡 必須要跟外面這個 接在一起 這邊也要必須要跟外面這邊 接在一起 這也沒問題吧 這樣就接在一起 所以呢 在這兩個點的地方 我的v function就必須要是0 才可以 也就是說我的 x等於0的時候 我v function必須要是0 然後呢 我x等於a的時候 然後 v function也要是0 這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 好 事實上你看你的 看你的 這個 v function的 general solution 裡面有幾個係數 你就要找幾個這種條件 然後你就可以解它 這也是很合理的 代數基本定理 你有幾個位置數 你要有幾個條件 去決定它 好 這個呢 事實上叫做 foundary condition 我們決定了這位 function的邊界條件 它在這個邊界的地方 這個邊界的這個位置 它要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把邊界條件找出來 這個邊界條件是用物理去決定 是用物理去決定 我們這個系統必須要有 它不會跑到box的外面去 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它在box的邊界的那個地方 它應該要連續的 然後它就應該是0的結果 所以既然是從物理去決定的 這個你就要考慮你的物理系統 系統一些性質 去決定這個邊界條件 但是一旦邊界條件決定了之後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這個文方程的解的通式 帶進來 對不對 所以x等於0的時候 在左邊界這邊 我把它帶進去 x等於0 那我的A 我慢慢的寫好了 cos k k k乘0 這是0喔 這是0喔 加上 b sin k乘0 要等於0 好 x0 那位置 我的位方形必須要等於0 必須要等於0 cos 0 等於1 sin 0 所以這跟b沒有關係 b 這一項沒有 等於是0 這一項是1 它告訴我們什麼 ab 必須要是0 這也 其實用看了就知道了 因為呢 我在這個x等於0的位置 它必須要是0 所以當然不會pick up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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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0的地方是一樣 它必須要pick up sin OK 那這個跟你的box的定義 跟你的坐標定義就有關係了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 然後在書上坐標它會把它定在 0 在中間 這個時候你反而會pick up cos 所以一樣不要考慮你的物理系統 所以我決定了 a的系數決定了 再來 x等於a的位置 它也要等於0 好 cos這個 我不考慮它了 a等於0 我不用考慮它 我考慮v就好了 所以v乘上sin ka 要等於0 這大概有兩個solution 一個是v等於0 但是我們現在不希望v等於0 v等於0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 顯然不是我們要的解 那我們只能要求 那我的sin ka必須要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剛剛的k k是定義成這個樣子 這個h bar是一個常數 m是一個你系統particle的 particle的質量 所以它也是一個不能變的東西 但是 能量 是我等下要決定的東西 那這個告訴我說 sin ka必須要等於0 k必須要是 a也是 我不知道值得寬度嘛 所以k必須要是一些特定值 特定值 而這個特定值呢 會對應到特定的能量 所以能量呢 必須要是一些特定的值 才可以 所以我先把它的解寫出來 sin ka等於0 那k乘a要符合什麼條件 pi的整數倍嘛 對不對 所以k乘上a等於npi n是一個整數 n等於123 你當然不需要n等於0的那個情況 n等於0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n等於0帶進來這個是0 所以sin這個是0 然後你的way function 就是0 那個也是你不要的解 所以必須要從1開始 必須要從1開始 所以kA等於npi 那k呢 我這個插掉了 但是這個圖大家可以先記著 我等下還會再回來畫這個 我等下還會再回來畫這個 ok 所以我們從這個boundaway condition 我的k呢 必須要等於 a分之npi 所以我的way function 現在有一個形式是b 乘上sin的 a分之npi x sin a分之npi x n呢 等於1 2 3 等等 所有的正整數 所有的正整數 那既然 k必須要等於npi k在這邊有定義 是 根號的2me 除以h8平方 所以 k平方要等於 a平方的 我慢慢來好了 k平方要等於 a平方的n平方 pi平方 這個表示我的能量 不是任意值的 我剛剛講的 其他的都不能變 其他的都是常數 只有能量可以變 那 能量呢 就不能是任意值 能量必須要符合 它是 8ma平方 n平方的h 平方 我把h bar拿掉 所以那個pi就可以笑掉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說 事實上呢 我可以開始 把這個k 因為剛剛k n 它不是一個固定 不是一個值而已嘛 它可以是很多個不同的值 都是k的 那我這個就馬上標 n上去 kn 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就有dn個 它是跟n有關係 能量呢 那也就會跟n有關係 的東西 然後我的v function呢 當然 你n不同 就有不同的v function 這個n呢 就是一個quantum number 量子數 那什麼是量子數呢 quantum number 它是用來讓你 label 或者說用來讓你標示 v function v function 我們再回到我們前面提過的 你有個mission operator 你去解它的 eigenfunction 跟它 eigenvalue 你會得到不只一組解 你會 事實上會得到無限多組解 那你得到這無限多組解呢 它每一個你要去標示它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quantum number 那有一個原則是這樣子 在量子力學裡面 假如你有一個degrocer freedom 你有一個自由度 你有一個坐標 或你有一個變數 就對了 像我們現在有一個變數 x嘛 你有一個變數就會出現一個對應的量子 量子數 所以你想像說 一個變數在古典力學裡面是 那它現在可以 這個particle可以有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所以它有一個位置的 位置的這個變數 位置的自由度 在那個地方 那那個自由度在量子力學裡面會變成 你可以是 現在你不能在任意的位置或任意的形式 但是你可以在那一個量子數上面 n可以是不同的值 每一個值都會對應到一個state 一個 eigenfunction 上面去 所以這是一個quantum number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就變成說 我的sharing equation 現在有很多個解 每一個解 會對應到一個quantum number 所以每一個解 我就用一個quantum number n去描述它 這個例子 particle bus是 quantum number可以從 1、2、3 所有的正整數 都可以 然後每一個解呢 都有它對應到的 位方選 還有它的能量 OK 那這是我剛剛強調的 這個位方選是一個 stational的位方選 它不隨著時間 而改變 的穩定態 然後這個能量呢 就是那個穩定態 的能量 那我們現在最後 已經解到最後面了 我們剩下一個東西 這個前面有個常數 我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們最後呢 就必須要用一個條件 就是既然 這是一個over function 它的平方是機率密度 所以它的平方對全部空間積分 必須要是1 我們要normalize它 所以我必須要有這個條件 現在第N個我把它標示出來 它的compress conjugate bx x現在要從0基到a 就好了 外面的都沒有定義 我剛剛講的 外面的都沒有定義 所以我從0基到a 就好了 這個必須要等於1 這個必須要等於1 好 那這裡需要一些數學 但是呢你可以最後 可以發現說 你可以把b算出來 b必須要等於 a分之2 開根號 a分之2開根號 我要不要把這個數學講一下 我講一下好了 這邊我可以把它擦掉 我利用這邊那個空間 我這個是故意我要把它留下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 考慮的是這個積分 0基到a 然後呢 b平方 sin平方 的 a分之n pi x dx 對吧 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呢 最應該要怎麼積 你們剛學過 微積分啊 怎麼樣 先把它 因為我們知道 sin sin平方 2分之a a等於 2分之1 減cos a 有印象嗎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cos 然後就擠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cos基本我們會擠嘛 所以這個好像有點 怪白癡的 沒關係 所以b平方呢 乘以 所以我現在我就 做一下好了 這個是2分之1 a減掉 2分之1個cos 注意前面的係數 a分之 2npi x 2npi x 然後 這個在dx ok 所以 剛剛 剛剛a分之npi 現在變2npi 背角嘛 好 這叫背角公式嘛 對吧 我 通常會忘記這些東西 所以就擠出來了 因為這是b平方的2分之a 那這個 擠完變成sin 然後sin在這兩個端點剛好會是0 所以這個後面是-0 不用看它 那這個要等於1 表示b呢 剛剛這邊強調這是絕對只平方 因為它是任何的complex number都可以 好 你假如高性的話 你不把它定成那個時數 你把它定成一個 乘上某一個虛數什麼都可以 complex number 乘上任何exponential i theta 都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不會找自己麻煩 我們會找一個時數 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這個b呢 直接就是根號的 1分之2 從這個地方 然後等於1 就得到了 好 所以呢 我不把它帶回去了 你把它帶回去 你就所有的這個 eigenfunction 就得到了 就得到 我不把它帶回去了 而且呢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check 這些所有的 eigenfunction 不只是它normalize 而且呢 他們的 n 現在它是時數的 我現在定義裡面全部是時數 所以我不需要寫compose conjugate 所以m 等於delta nm 積分 我現在 要對x做積分 從0 即到a 對不起 你可以去驗證這一點 這是我們上次提過的 假如harmission operator 假如你normalize 它的 eigenfunction的話 那他們的 這一組裡面所有的 它是互相會autonomal的 所以是delta nm 假如n不等於m的時候 它就是athogonal 所以那個積分就會是0 這個其實很容易check 你可以自己去測試 去計看看 看這積分是不是0 check一下我們前面講過的東西 好 所以在比較 進一步的去討論這個解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得到的解 V我說我不帶進去了 但是這個是我們現在得到的 x equation 的解 在進一步的去討論這個解的性質 和它的一些關係之前 我們稍微來回想一下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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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解了particle in a box 的tine independent shooting equation 在解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事實上有follow一個一定的順序 一定的方法 第一件事情 我們做了這個 我們把hamitonian寫下來 對吧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是 write down hamitonian write down hamitonian 你把hamitonian寫下來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說 你先把它的古典力學的hamitonian寫下來 然後做這個quantum classical correspondence 把這個momentum改成 -i h bar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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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把這個potential的function 改成用x乘上去 就是x字野那個function乘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了hamitonian寫下來 然後呢 把hamitonian 對應到的這個基本的 邊界條件、邊界的關係 也確定清楚 就是 這意思是說 把這個hamitonian定義的範圍 定義清楚 弄清楚 這也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把shitting equation寫下來 或者簡單講說 我們把他們 這個equation寫下來 寫下來 OK 而且稍微把它簡化一下 把一些該遺項的 該處理掉的東西 處理完 接下來呢 我們 既然有了shitting equation 有了這個微方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general solution 找出來 所以 shitting equation會是個微方程 那我們把它這個微方程的general solution 找出來 那這個地方呢 注意一點 那就是 你或許會 或者說有些老師 或者有些課裡面 大家會強調說 那這個shitting 這個 differential equation 要怎麼解啊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技巧啊 那我們 我的看法是說 特別是在你處理這些量子力學 的系統 的時候 這個不是特別重要的 原因是 這些你可以寫得出來的 這些 這些 shitting equation 用到的這些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都有general solution 都已經 人家都解完了 數學家 早就把你可以想像得到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都解完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去解一次 我們是化學家 我們不是數學家 現在的數學家 也不去做這個事情了 現在數學家想的問題 也不是怎麼解這種 某一個 以前的人會 他發明一個 equation 所以那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很多都有名字的 然後 誰發明那個 equation 他找到他的解 以前是這樣子 那現在數學家也不太做這個事情了 因為能夠被解的 早就被解完了 不能被解的 那就是不能被解嘛 OK 所以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找這個 怎麼找 查表 真的啊 就查表就好了 假如你覺得查表很麻煩 那你去 找 有個城市叫maple 有個城市叫mathematica 而且他們呢 在網路上還有一個網站 你把這個 你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打進去 他就把那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general solution 告訴你 OK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要處理的是物理或化學 你事實上要考慮物理和化學 比較重要 這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怎麼解的這個問題 通常我們會遇到的 都是已經解過的 所以以後 我在講其他系統的時候 好嗎 那是later也好 hydrogenaten也好 那個都是人家解過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不會再 一個一個去解他 我會直接 就像現在的 直接把general solution 給出來 有的很複雜 有的不是像 這個是你自己想一下 可以想得出來 有的是你 簡單的去想很難想出來 但是 人家都解過了 我們去查表就好了 我們不用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 OK 好 但是總之你可以找到gener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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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後 它既然是general solution 它裡面一定還有一些係數 還有一些還沒決定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把 boundary condition 找出來 這些boundary condition 要從物理上面去考慮 從物理上面去決定 你 這個系統 它應該要適用什麼樣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你找到boundary condition之後呢 通常呢 你只要apply boundary condition 我叫bc 了 通常你找到general solution 把bundary condition apply上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那要符合這個bundary condition 不是general solution裡面所有的 的解都可以,有一些特定的解才可以。而且在量子力學裡面,這些特定的解,它都會是discrete,意思是說,像剛剛是n-1,2,3,不會有n-1.5的情況, 1.5顯然不是一個合理的,符合這個bundain condition的解。那這一點其實就很重要了,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量子力學裡面的quantilization這件事情,你會有discrete的energy level這件事情,是因為bundain condition造成的。 我們在解決另一個equation的時候,事實上我剛剛講過了,我要強調說,我們是在解stationary,解穩定態。 這些穩定態必須要符合某些特定的bundain condition,我們剛剛講,我剛剛畫的這個圖,在這兩個地方,不需要是0這件事情。 OK,那既然這個穩定態要符合特定的bundain condition,它就不是所有的解都可以,不是你隨便畫一個function,就可以,只有特定的一些function,才可以。 那這些特定的一些function,構成的,就是你這個quantilization的結果,就是quantilization這件事情。 這樣,這可以嗎?有問題嗎?有問題嗎?所以是bundain condition造成quantilization的結果。 OK。所以你從quantilization的結果,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好像就有點去,就會可以直接找到,你的 eigenfunction,跟 eigenenergy。 我們就找到了,我們就找到了,還有可能的quantilization是什麼。 這應該要放這裡面,quantilization告訴你,就是給你這些quantilization。 產生quantilization就是quantilization的過程。 那都會有一個最後一步,最後最後,apply normalization。 因為你解 eigenvalue problem的時候,你一定到最後有一個,前面有一個,這個total的coefficient是未決定的。 你乘上任何一個常數,它一樣還是 eigenfunction。 那這個,前面的常數要怎麼決定,最後只能靠normalization去得到。 所以我們剛剛雖然解了一個很簡單的系統,particumabus。 但在解這個系統裡面呢,事實上我們是有步驟的,是有系統的去解它。 我們把hammintonian寫下來,然後把shining equation寫下來,它就會是一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這個differential equation可以把它變形一下,massage一下,變成一個你可以查表,找到general solution的形式。 那你就去查表,你就去問maple,就去問mathematica,它就告訴你解是什麼。 好,我們就把這個解抄下來,抄下來。 接下來呢,你要去想一想,那這個系統它要符合哪些bundate condition。 你的general solution裡面有幾個位置數,你就要找出幾個bundate condition,出來。 然後把它apply上去。 那能夠符合這個bundate condition的結果呢,就不會是所有的結果,就是特定的一組了。 那我們contentization就出來了。 你的 eigenfunction, eigenvalue,就找到了。 最後,前面的係數決定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其實呢apply到任何解 time independent equation 的過程。 OK。 所以我前面提到過,我第一天上課的時候我就說過,量子力學事實上是比較簡單的。 量子力學有一個標準的流程。 你照那個標準的流程去做,最後呢你要得到的東西,就可以得到了。 那解 time independent equation 的流程就是剛剛在這上面看到這樣的過程。 OK。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說這個解,有什麼有趣的性質。 嗯,這個部分有問題嗎?沒有嘛。沒有嘛。這個其實你們都解過了嘛。 好,假如沒有的話我們這邊休息一下子。 等一下再繼續。 好,所以我們剛剛討論到,討論完了說我們怎麼去解一個 time independent equation equation 標準的過程。 那我們剛剛,我們現在可以回來看這個解。 剛剛這個particum有box的解。 particumbox的問題我們發現說,它的 eigenfunction,我還是把x 標出來好了。 比較清楚一點。 x呢是, eigenfunction是,根號的a分之2,a是box的長度。 然後呢是, sin1分是nπx,n等於1,2,3,叫做大。 然後呢,對應到的能量是8ma平方分之n平方h平方。 這樣子。 這個解呢其實,在物理上有很有趣,而且非常直觀的結果。 我們現在把wifunction畫一下好了。 那從現在之後我們會常常要畫wifunction,那我們也會用類似的一個圖像來表示它。 那通常呢我們會在這邊,縱軸上面考慮這個各地位wifunction它的能量。 1, energy,所以這個縱軸,事實上有能量的關係。 那橫軸這邊呢是我的位置,x。 那因為我現在在一個box裡面,它在0跟a中間才有定義,在外面都沒有。 所以我事實上這個地方可以把它畫成,這樣子。 這個是這個1d的box。 所以wifunction呢,box的底部是能量0。 我們剛剛的potential的定義就是把box底部的能量射成0。 這個box裡面沒有potential,box裡面,particle在box裡面是free的,是可以自由的移動。 沒有任何能量,這個地方是定的能量reference point。 然後呢下一個,所以為了方便我現在這個能量用,因為8ma平方這n平方h平方。 所以這個部分是每一個都一樣的,那我會用8ma平方h平方的unit。 意思是說,n0e的時候這裡就是1。 一個h平方除以8ma平方這麼多能量。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一個值這個常數的dimension是能量的單位。 所以下一個呢,n0e的時候,這是n0e的時候,下一個是n0e4。 1,2,3,n0e4。 由於我剛剛講的重軸是能量,所以我現在事實上是標,在同一個位置上面標一個function,然後我在能量上面平移。 這樣我就可以看出每一個長什麼樣子。 好,再下一個是n0e9,9要到這裡來。9。 好,更多的我就不畫了,我就不畫了。 n0e的這個state呢,是n0e帶進來,sin的a分之pix。 這個函數呢,當x等於0的時候,這邊是a分之pi。 x等於0的時候,它是0。 x等於a的時候,它是pi。 所以它是一個,這邊是0,這邊也是0。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sin的函數。 所以sin的半個波,半個波。 n等於2的時候呢,它中間有個節點。 中間有個節點。 所以呢,n等於2的時候,會是這個樣子。 那從,這個不管怎麼樣以後我在畫圖的時候,我畫的都是4E圖。 所以,這個是一個sin。 這也是一個sin。 這是沒有問題的。 下面,兩個節點。 2.3,有兩個節點。 好,這也是一個sin的波,兩個節點。 所以你看我是怎麼在畫它呢? 我先決定節點在哪個地方,然後呢,再把它畫出來。 以後我們再會考慮各式各樣不同的波函數。 考慮它們在一維上面,或者說三維空間裡面的節點。 一維裡面是一個節點,二維空間裡面是一個節線。 三維空間就是一個節面。 那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通常這些vFunction,我們假如決定它節點的位置,決定它節點的性質。 那麼,它的形狀它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就差不多。 你就可以把它大致上長的樣子畫出來。 所以我們會focus在節點上面。 那對於這樣的sin函數而言, n等於1的時候是沒有節點的。 0到a之間沒有節點。 沒有其他點是0。 但是n等於2的時候, 因為它現在從0是pi。 0是0,然後a的時候呢是跑到2pi了。 中間就會有一個pi,那個位置會有一個節點。 你可以依持續類推。 有多少個節點的情況。 好,所以這個是vFunction。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vFunction。 vFunction。 可是它的能量都標出來了。 n的1,n的2。 對不起,這是n的2。 我應該這樣子。 149。 那我把n標在這裡,n的1,n的2,n的3。 的情況。 所以它每一個有n-1個節點。 n-1個節點。 所以每一個有n-1。 節點是node。 n-1 nodes。 有這麼多個node。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把機率密度畫一下。 所以機率密度會是vFunction的平方。 所以我們一樣1的位置,4的位置,9的位置。 所以呢機率密度現在是它平方了。 這裡有一個節點,你看我還是先決定節點。 然後這裡呢,我也是一個。 這樣子。 這兩邊要一樣高才對。 一樣高才對,因為兩邊是對稱。 接下來是三個的。 反正是示意圖,你知道我的意思。 是什麼。 就好了。 這是機率密度。 那在這些所有的解裡面。 所有的solution、所有的解裡面呢。 就我有這麼多解。 物理意義是什麼? 物理意義是。 我這個particle在這個box裡面它vFunction可以是這一個。 有一個解點的。 有兩個解點的。 或更上面的。 或更上面的。 好,解點越多能量越大。 這個也是量力學裡面的一個基本的入我。 基本的入我。 因為解點越多事實上會對應到它的動能越高。 好。 OK。 好。 那。 對不起。 那。 所以它可以在這麼多個。 可以有這麼多個vFunction。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系統有這麼多個穩定態。 每一個都是一個stational state。 每一個都是一個穩定態。 這是穩定的vFunction。 所以這個particle可以存在任意的一個態裡面。 都可以。 都是穩定的。 它甚至於可以是這個state跟這個vFunction的sual position。 它的線性疊加。 但是那個不是一個穩定態。 那個會隨著時間有改變。 有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是討論timeindependent的問題。 那我們就不討論那些。 那些tine。 好。 而且呢。 在這所有的穩定態裡面。 N等於的這個state。 是一個能量最低的state。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是它的ground state。 是它的ground state。 那下一個這個就是它的first excited state。 ground state。 first excited state。 second excited state。 so on and so forth。 我們有時候會去用這樣的方法。 去標示它。 標示它。 它有一些性質是可以討論的。 第一個,我們其實剛剛已經寫了。 number of nodes。 N-1。 N-1。 然後呢。 我這裡面出現的energy。 事實上呢。 會正比於N的平方。 這個我們剛剛也看到。 也看到了。 因為我直接公式都已經寫下來了嘛。 正比於N的平方。 那因為它是正比於N的平方。 所以呢。 所以呢。 它是不是not equally spaced。 越往上差越多。 越往上會差越多。 因為差的永遠是N平方減掉N-1的平方。 N越大這個會差的越多。 好。 number of nodes是這樣子。 那energy增加的時候。 我number就用這個了。 number of nodes。 也會隨著增加。 這個事實上呢。 我要把它highlight一下。 那你的。 你去數這個state。 這個one function有多少個node。 然後你數出來node的數目越多。 它表示它能量越高。 這個是一個general。 不只是這個系統。 其實所有的系統都有這樣的性質。 OK。 好。 所以。 下一個。 假如我們現在比較的是。 我剛剛這樣畫其實不太對。 我這個是way function。 但是way function的平方應該是這邊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是sin的平方。 它在那邊應該是這樣子的。 OK。 那。 假如我們考慮 probability density。 它呢。 在。 在。 more localized in ground state. 我直接講。 少寫一些東西。 N and E growth state and become more delocalized I set a state 好 我只是先把它抄出來 那這是觀察到一個現象 在光 state的時候 然後 我的這個機率分佈呢 是比較localized 比較在中間 比較中間 所以我應該說 localized at center 越往上能量越高的時候 它越delocalized 就越平均分佈了 越平均分佈了 你可以想像說 假如我看一個很高很高能量的state 很高能量的state 這個 n等於1000 這個state n等於1000的話 裡面有999個node 對不對 那我就不去標 999個node 那重點是說 你要畫機率分佈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 我畫了還不到999個 OK 意思是什麼 密密碼碼 每個地方全部機率分佈幾乎是一樣的 這樣的情況 可以嗎 可以嗎 OK 所以呢 它就完全delocalize 完全在這個boss裡面 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可以想像這一點嗎 對 好 所以 這個時候反而是比較localize 我知道它在哪裡 越往上 我又不知道它在哪裡 這事實上是對應到動能 的狀況 因為這個系統裡面的能量呢 它沒有位能 它只有動能 這個state的能量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對應到它的動能 OK 在古典力學裡面 這個particle 動得越大 它就在這個裡面 跑得越快 那我們假如想像說 我們好像有個照相機 然後呢 我這照相機有一定的 這個快門的速度 假如我的particle呢 慢慢跑 我照一張相片 我可以知道它在哪個地方 它跑得很快的時候呢 那它在每個地方都有機率跑出來 就模糊掉了 它的機率分佈呢 就越來越delocalize OK 所以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classical 的結果 非常classical的結果 當你的動能越大 速度越快的時候呢 你展現出來 的是一個越delocalize 的情況 第四點 我們現在沒有討論到 我們假設 剛剛假設說 我的box就是A 這個大小 但是A呢 假如改變的話 會怎麼樣 我的A改變的時候 我假如我的A增加 我把我的box變大 我的能量呢 會降低 沒錯吧 所以越寬的box 它的光State的能量會越低 光State的能量會越低 光State的能量會越低 這是一點 而且呢 EcitedState 1N-1 能量差 兩個State之間的能量差 也會越小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要把它刮呼起來 也會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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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說 我今天有個很小的box 這box假如是圍觀的 幾個amptron的範圍 我中間可以有一個顯著的能量差 顯著的能量差 假如我的box呢 繼續把它變大 變大 變大 變大像這間房間 一樣大的時候 一樣大的時候 它這個能量差 就一直變小嘛 一直變小嘛 所以呢 它就會從amptron範圍 你的box的能量 能接是像這樣 我畫的像那樣子 我box變大的時候 它能接變成 密密麻麻 OK 所以本來是quantize的 本來是只有在這些能量上 它能出現 假如你的box很大的時候 因為它們太密了 密到 譬如說 比你的熱能 simal energy還要低的時候 那你事實上已經很難去區分 state跟state之間 有不同的能量了 OK 那這時候變成什麼 變成所有的能量 它都有可能出現了 它又回到一個classical 狀況 都回到一個classical的狀況 所以當你box很大的時候 事實上呢 它就像 它的很多behavior表現 就會像在古典力學裡面一樣 你就不需要用量子力學 它就沒有chronization 不需要用量子力學去處理它 好 box的大小有這個關係 box的大小有這個關係 而且我們事實上知道 還有更清楚的說 能量變化1N是 正比於A平1分之1 有這個關係 好 那我的質量 particle的質量也有這個關係 假如 因為我的1N 現在正比於質量分之1 質量分之1 所以呢 當我的質量增加的時候 我的能量一樣下降 一樣下降 我們考慮一個氫原子 它在這裡面 跟 考慮一個重的 比如說薄原子 在這裡面 那他們的能量的spacing就會差很多 那spacing就會差很多 那當你考慮到一個 一顆鋼珠 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說 那一顆鋼珠放在 我們這一個 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 教室空間裡面 它就沒有任何 quantulation 因為它這個能量 能界跟能界之間的能量差 就太小了 它就沒有quantum的性質了 OK 所以同樣的可以從這邊去argue說 要越重的 越輕的particle 越輕的particle 在越小的空間裡面 才會有越多quantization 越多quantum的性質 所以這邊有一些簡單的rule 我們從這個簡單的model裡面 歸納出來了 但是它其實很有用 這些東西會很有用 我們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會來講 Polygon Bus 在化學上 或物理上的應用 一個最簡單的就是說 假如你有個 Pi-conjugate system 這上面的π電子 等於是delocalize 還是在一個一圍的這個鏈上面 那你可以把它用particle in a bus 去想像它 那它的能界啊 它的吸收光譜的位置啊 我們也可以用particle in a bus 的方式去估計它 那在某些特點系統 其實結果呢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化學上 我們這個就可以想像 就可以跟很多東西 match在一起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這些有問題嗎 沒有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一些比較數學 或者說比較是量子力學的machinery 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它的wifunction的一些性 我忘記強調一點 這些wifunction 事實上呢 剛好就是 只要你現在考慮一個小提琴的弦 好了 一圍的弦 它的助波 的形式 這你們也都學過了嘛 對不對 一圍的弦 或一圍封閉的管子 也是這樣 這是助波的形式 那這些助波 那個是古典波動力學裡面的範疇 古典力學裡面一個繩子上面 這個繩的助波 可以有這樣子這些不同的形式 那他們對應到的是什麼 是 在這繩上面 這些助波就是在這繩上面的 穩定的振動態 沒錯吧 沒錯吧 OK 所以你把它想像成說 這些 就是這個particle 在這個box裡面 穩定的振動態 就是這邊的一個quantum的state 所以你要可以把它跟古典力學裡面的助波 稍微match在一起 match在一起 好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算一些東西 這個我應該可以擦掉 所以我們有了這些結果 我們已經照位function了 那你假如告訴我說 我的系統現在prepare在 我把它放在哪一個state裡面 那它去測量 去做實驗 會得到什麼樣測量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它 我們可以算exploitation value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可以來算 這個意思是 就是第N個state N-123 第N個particle box的 eigenstate 它的位置的平均值 exploitation value 是多少 那怎麼算呢 那你就從exploitation value 現在這個 現在積分都從0 G到A 因為其他地方都沒定義嘛 我剛剛強調過了 那你的位方形知道了 它是時速所 我不用打converse conjugate operator 現在是x 這個operator 那就平均位置 就是這麼計算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把剛剛那個 eigenfunction 帶進來 前面有個係數 2a分之2 開根號平方 變成2a分之2 0G到A 所以是xx乘以sin平方 a分之nπxx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乖乖地 用分布積分的方法 去把這一個東西的積分 該怎麼積 積出來 這事實上是 在微積分裡面 一個很好的練習 或者呢 像我的話呢 我就去查一個積分表 然後我就知道說 積分表上面有這個積分 x sin平方u sin u的平方 dx sin ux的平方 對不起 當然要x在裡面讓你積嘛 會等於 4分之x平方 減掉 4u分之x乘以sin 2ux 然後減掉 3u平方 挺麻煩的 因為你要分布兩次 cos 2ux 我把它超一次 我這裡給個point 就是說 我們考試的時候 像這種積分全部都會提供 不用去背這些東西 沒有必要 所以你利用這個關係 你就可以把它記出來 這個 我就不去做變數代換的工作了 你會發現說 積出來的結果呢 會等於 這個積分積出來的結果 會是4分之a平方 所以呢 最後這個等於2分之a 2分之a 那事實上這個結果 你不用積分你也知道 好 假如我們回來看這一個 機率分布 然後你看這些書後的v function 我不管你畫到多高 那我問你說 那他們的平均位置在哪裡 應該是很清楚 全部在中間 2分之a的位置 就是它的平均位置 OK 所以不管你的n是多少 你的平均位置都在中間 都在正中間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同的n呢 它的平均位置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有的比較localize 有的比較blocalize 它的寬度不一樣 寬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來算這一點 我們可以來算 x的平方 每dn個 它的平方是多少 平方是多少 那這一樣你把它帶進去 算一下 然後你會得到說 這回去應該要自己練習一下 回去 你會得到 2πn分子a 其實這也是課本有的啦 這是課本裡面的一個 課本裡面的例子 所以它應該是 3分之a平方 減掉 2πn分子a平方 2πn分子a平方 減掉 2πn分子a平方 但是好像 對這個才是對的 對 所以一樣你去做個計算 好 我們 重點是 怎麼算exploitation value 所以現在算s平方 這就要變成s平方 而已 那一樣你去查表 你不查表的話 自己做個分佈幾分 就可以得到了 好 那算了 x 跟x平方 我們接下來呢 就可以算 標準差 我們可以來算deltax的平方 是什麼 那我們上次已經定義過了 deltax平方是s平方的期望值 減掉 s的平均值的平方 我們那邊全部都算出來了 這是3分子a平方 平均值的平方是4分子a平方 所以3分子a平方 減4分子a平方 給我們12分子a平方 所以這個deltax 現在才是跟n有關係 跟你是哪一個位方形 有關係 它會是 12分子a平方 減掉 2n平方π平方的 等一下 a平方 也就是說 deltaxn dn個 eigenstate 它的寬度 它的標準差 是 是 根號的 12分子1 減掉 2n平方π平方分子1 乘以a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那從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出來 當n增加的時候 這一項增加 12分之1減它變小了 對 對不起 當n增加的時候 這一項變小 12分之1減它 整個前面呢 會變大 對不對 也就是說 n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標準差 就是你這個寬度 分佈的寬度 是越寬的 當n很大很大很大的時候 結果呢 是 根號12分之1 的 a 這麼快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稍微 做一下計算 那剛好是那個標準的 平均分佈的 的結果 ok 好 那同樣的呢 similarly 我們也可以計算 p momentum 的平均值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我們來想一下 momentum對應到的operator 我把四字寫出來好了 sin x 乘上 i h 我現在寫d就好了 d dx 的 sin x 的 d x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ok 那事實上這積分的結果很簡單 因為它一定是0 當你把sin 它這個sin函數 對x做微分之後它變成cos函數 散函數 跟cos函數 假如周期是一樣的 乘在一起 積起來 一定是0 一定是0 或者我們假如在這裡看的話 我就看這個就好了 這個假如你把它對x做微分 得到的是什麼 剛好 得到的是 剛好 這樣子的cos函數 對吧 看得出來吧 這個 這有一個node 這就會有兩個node 剛好出現在最大值的地方 所以這個微分會是 這一個 這一個 仔細想一下 這是四義圖 ok 然後你把這兩個相乘 把它乘上它 然後再做積分 它乘上它這邊是正的 它乘上它這邊是負的 是負的 一定剛好底下 一定剛好底下 去討論它 我黃色的好了 parity 認了一個function 假如我取它的中間 對稱的點 它能夠找到一個對稱點 像這個function的話 我要取在這裡 假設說我把座標平一下 x'定乘0 這個地方 是新的座標定乘0 我們剛畫了這個白色這條線 也就是光state為function 對這一個點 我這個地方其實沒畫好 對這個點而言 它的這邊跟這邊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呢 它的 在這個函數 光state這個 現在的phi1 na1的時候 我要用s'來代表它 的話 那它會有 等於 負s' 的情況 負s' 所以我在這邊 我這邊先定義一下好了 假如你有個函數 你發現它對某個座標 取負號之後 它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它在原點左右 是對稱 的一個函數 ok 有這樣的對稱性 那這個函數呢 我們叫做 even 我們說它有parity 然後它是一個even function 假如它 左右 插一個負號 這個我們叫r的function ok 那我這邊 我不要用f好了 我說g 這是定義 這是parity的定義 所以一個函數 假如有這種對稱性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 它是even的或r的 even或r的 然後呢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f是even function g是r的function 那有一件事情是 這個f乘上g的積分 從負無窮大 極到無窮大 就對整個空間 就幾分 就從負的到正 那你要考慮說 那一邊是正的 乘起來 一邊乘起來 差一個負號 這裡差一個負號 對不對 然後兩邊是一樣的 所以兩邊就互相消掉了嘛 所以這一定是0 所以假如你的系統可以找到一個parity的對稱 然後呢 你在parity底下 找一個是r function 你可以定義 function是even function還是r function 然後呢 這些function乘起來的積分 even function跟even function乘起來的積分 可以不為0 可以不為0 r function乘以r function乘起來的積分 可以不為0 但是even function乘以r function even乘上rd的話 的積分 一定為0 一定為0 所以這裡就有個這樣的性質啦 它的 微function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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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function 但是呢 它的 微function的一次微分 是r function 那這個也很general 假如你一個function是微分 是even function的話 你對它做一次微分 它會變成r function 一個r function 對它做一次微分 會變成even function OK 那這兩個乘起來一定是0 所以 這個一定是0 下一個 first ecstatic state 現在變成 這個微function 是一個 art function 但它一次微分 我們假如看剛剛這個 藍色的這個 它會是一個 even function 兩個乘起來也是0 所以這邊都一定會有一個 even跟ard 相乘的結果 我們知道它一定是0 這個東西我們以後會繼續用到 我們會繼續用到 好 所以平均的momentum是0 但是平均的momentum的平方 好 我一樣我稍微回來這邊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講說 假如你看著這個機率分布 你就知道說 平均位置一定在中間嘛 對不對 你看這微方形 你一定就知道說 它的momentum 或者說particle有buss 它的momentum 平均的momentum一定是0 為什麼 它可以往右跑 也可以往左邊跑 然後 往右跑跟往左邊跑 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一定要抵消掉 OK momentum是個向量嘛 但是平均momentum的平方呢 是可以算的 而且很容易算 它的值呢 會是a平方分之 n平方 h bar平方 π平方 我為什麼會寫這個 這個很白癡 對不起 應該是4a平方 h bar是2π分之h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4π平方嘛 π平方就消掉了嘛 所以是4a平方分之n平方h平方 4a分之n平方h平方 這個是它的momentum的平方 OK 那偷偷告訴你們 假如你這是momentum平方 然後你想像它微方 還沒通常是2n分之p平方 所以取期望值也是2n分之p平方 取期望值 2n分之p平方取期望值是 它的能量啊 動能啊 所以應該會是什麼 4mA平方分之n平方h平方 就是 我們剛剛解出來的i跟m i跟m 8 8 8 對啊 因為2 2嘛 所以是8 我們先解出來一個energy 好 我不管我們 好 得到這個 那 在這邊你可以真的自己去記看看 為了要這個結果 算了這麼多 目的呢 事實上是為了要算這個 那我一樣可以把delta p 所以delta p就很好算 因為這個是0 就直接這個開根號 就delta p了 ok 所以delta s呢 乘上delta p delta s我們剛剛算的 你把它乘上delta p 你會發現呢 它會等於 2分之h bar的 根號 3分之pi平方 n平方 減2 這 因為pi是3.14 多 n至少是1 n至少是1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一定大於1 大於1 因為 3.14除以3 還有3嘛 這至少是1嘛 3-2一定大於1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一定大於2分之h bar 所以它呢 satisfied 這個hessenberg 就是 uncertainty principle 那還可以再計算其他的期望值 課本裡面有一些更多的例子 有 你們回去應該要自己再多多練習一下 我們就不再繼續下去了 因為這整個machinery 我說這整個操作都是一樣的 期望值怎麼計算 好 反而是這中間有一些數學 跟 就是跟物理圖像之間的關係 你們要稍微 去對應起來 那個還滿 還比較重要一點 還比較重要一點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就來 最後的一個部分 就是3D bus 三圍的 particle bus 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它的 寫下來的 所以 假設我現在呢 particle在三個方向 有 三個不同 的 dimension 所以我還是把系統 box第一一下好了 ok 所以你有x y 然後z 三個方向 假如你看得懂我現在畫的這個邊 對應的 然後這邊呢 因為我是要給你邊的長度 這邊的邊長我就用a y 就用b z 就用c 所以我允許它三個邊不同邊長 好 那我的 shade independent sharing equation呢 2n分之 h bar平方 現在還是只有動能項 所以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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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在 sine 現在是一個 sy z的函數 2 要等於我的能量 乘上3 s y z 所以 tideependent sharing equation寫出來 是這個樣子 好 這類型的 微分方程呢 在數學上是常見的 那我指的這類型是什麼 這類型指的是說 這一個微分方程呢 可以被區分成 三個 或不要講說區分成三個 我們再說 這微分方程裡面對應到的微分項 還有它的這個值 事實上呢是三個獨立 而且互相垂直的方向 OK 我在這邊意思是說 對x微分 對y 對x做二次微分 對y做二次微分 對y做二次微分 它們是獨立的 分開的 你裡面呢沒有 所謂的close term 指的是說你沒有說 對x為一次 再對y為一次 像這種東西 你在你的這邊 裡面也沒有什麼 x×y 這類型的 就兩個是混在一起 的情況 那這類型的問題呢 通常在數學上 常見到 見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這是一個separable separable A,B,L,E 的system 它看起來好像是 一條微分方程 事實上可以把它分成三條 更簡單的微分方程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怎麼說呢 我們假設 這個我現在的微分方程 sy z 是 x的一個函數 y的一個函數 跟z的一個函數 然後把它們乘起來 把它們乘起來 把它們乘起來 OK 那我只要把這個帶進去 的話 帶進去這裡面 帶進去這裡面 你會發現說 因為 帶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它只有對s為分 這個它只有對y這個做為分 這個它只有對z做為分 我很快的 所以呢它最後可以寫成是一個 這樣子的形式 2n分之 負h bar 平方 乘上 x 這是大x 這個函數 我還是寫一下函數好了 x分之1的 parts平方 parts平方的 x 加上 y分之 我這個地方我就不寫y了 對照 就好 就好 parts平方 不然我等一下那邊會寫不下去 z分之1的 這個不用了 擦掉 其實我做什麼事情 我把它 帶進去 這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 s乘y乘z把它除過來 把它除過來 把它除過來 我做這樣的事情而已 那這個要等於1 等於1 那這個地方呢 好 你得到這樣一個系統 那他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 x的函數 x 這個變數 函數 他對 x做二次微分之後 就是他對x做操作之後 再處理他自己 加上一個對y的函數 做操作 對z函數做操作 最後出來會是一個 1 1是一個 常數啊 對不對 所以不能有x 也不能有y 也不能有z 在那裡面 表示 這個部分自己做完 應該就是要有一個常數 這個也必須要是個常數 這個也必須要是個常數 OK 那這些常數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三條式子 寫下來 這個常數呢 我們給他一個 1 1 因為你 一看就知道 我只要把這個系數 拿下來這邊看 所以它是 partial平方 partial s平方 的 x 要等於 1 x 這個是那個常數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常數 這個 必須要等於 某個常數 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寫成一條 然後呢 對y 搖一條 對z 搖一條 而且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e d 要必須要等於 這裡面的這些常數 ex 加上 ey 的和 加上 ez OK 所以 看起來 一條 equation 事實上呢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argue 它必須要是個常數而解成 三個 獨立的 equation 而且每個獨立的equation就是我們剛剛解的particum or bus 的那個solution 所以呢 我們已經解完了 已經解完了 我們會發現說 對任何其中的一條 equation 我都會解出一組 eigenfunction 跟 eigenvalue 所以呢 x x的部分 是 我剛剛講說x這邊是a嘛 所以是根號 a分之2 sin a分之nx 因為現在 quantum number 是跟著x的 所以nx pi x 而且你的y 這剛剛都解過了 等於v分之2 sin v分之ny 我剛剛講的你每一個decreation of freedom 每一個自由度就會跟著一個新的quantum number z v c分之2 c分之nz v 那能量我就 不去列了 沒有關係 因為我直接列總能量就好了 總能量是這三個的能量的加總 OK 那事實上我把前面的比例常數 等一下我要先寫 那真正的 真正的 web function 那現在你指定一個web function 你有三個自由度 有三個 syz 三個自由度 所以呢 你要指定web function的時候 要給三個quantum number nx ny nz 它是一個syz 它是一個syz 的函數 它就會是根號的 有點 abc分之8 乘上 它就剛剛這三個乘起來了 我不寫了 x x x y z 我就不把它再copy下來 沒有用 沒有意義 而且能量呢 現在一樣 現在一樣 你要指定一個state 一個web function的話 那要三個quantum number ns ny nz 它會等於8n分之 這是前面的常數 裡面呢 是a平方分之 ns平方 加上b平方分之 ny平方 加上c平方分之 nz平方 ok 你在課本或網路上呢 事實上可以查到說 這個function 在空間中畫isosurface 畫出來以後 會長什麼樣子 這我們這邊就不提了 ok 所以呢 我們事實上可以把這種 三維的系統 變成獨立的三個一維的系統 解出來了 結果 能量就相加起來就好了 這也很合理 每個維度能量有多少 加起來 就變成總能量 Wave function Wave function product起來 乘起來 乘起來 好 就是最後的結果 這是乘起來 就是最後的結果 好 那最後面一點點時間 我提一個特別的例子 因為這個有時候 大家討論三維的particum bus的時候常常會用到這個例子 就是 Cubic bus 應該我應該分這樣講 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現在是三維的 所以我一個state 三維的particum bus 裡面我要指定一個state 我必須要指定三個quantum number 就好像說你在三維裡面要指定說一個particum的位置 你必須要告訴我它的syz的位置都是多少才可以 光講x或光講y或光講z是不夠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label nx ny nz ok 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好像一個向量column一樣 去決定它 去決定它 ok 那 cubic bus的情況呢 所有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所有方向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 我說大家都是a好了 那這裡a平方分之1提出來 所以現在它的能量 總能量 總能量 是由 nx平方加ny平方加nz平方 去決定的 每個n都可以是1到 1234 一直上去所有的正等數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Cubic bus的話 它的ground state 很明顯的會是nx等於1 ny等於1 nz等於1 nz等於1 的這個state嘛 對不對 然後呢 first excited state呢 要是哪一個 可以nx等於2啊 然後呢 first excited state呢 要是哪一個 可以nx等於2啊 對吧 但是呢 你有可能是 nx等於1 ny等於2 nz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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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112 這個都是 first excited state 但是這三個state他們的total energy 都是一樣的 saintotal energy 沒錯吧 對吧 所以我們會說 它的ground state是只有一個真正 真正裡面事實上只有一個state而已 它是 這個non-degenerate non-degenerate non-degenerate 這個地方在一樣的能量的地方 它事實上有三個state在那裡 所以我們會說這裡有 three-fold 的degeneracy degeneracy OK three-fold 或者說我們說他們 是three-fold的degenerate 的情況 這個是non-degenerate ate OK 下一個是 你們可以自己去 測試一下 OK 所以 可以在網上 去把它所有的 eigenstate 都一個一個 build起來 課本有那個能解圖 可以去看它 好 所以這邊是我在particle box這個系統 想要講的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禮拜五呢 禮拜五 不是 下次上課 對不起 因為 真正在上課的時候是禮拜三跟禮拜五 對 所以會搞糊塗 搞糊塗 但意思就是 下次上課的時候呢 會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來討論一下 那particle box在 實際化學或物理上面的應用 我們會講 在py conjugate system裡面 用它來 用這個particle box的model 來推估 吸收能量 這個吸收光子的能量的位置 的方法 然後結果怎麼樣 然後我們也會應用到 這個tonony的系統上面去 解釋tonony這件事情 大致上就先這樣子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們要怎麼回到這裡 在謊子和藥 每一步 你也會報認 4點 下課 你們 你們